古堡家商日前选在教师节前夕 举办依循古礼的拜师仪式 由12位将参加全国际竞赛的选手 奉上甜茶、拜师帖跟树修礼 既有过节的象征意义 也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古堡家商12位参加全国际竞赛的选手 依线上甜茶、拜师帖以及树修礼 表明自己将苦练、勤学 而老师则回赠葱、芹菜跟萝卜等 勤勉选手刻苦勤学 今天他们进来古堡三年这样学一下 我相信过程当中当然是比较孤独的 当别人还在玩耍的时候 你必须埋脱骨干在研究学科跟树科 可是一旦你功成名就的时候 我相信你会享受这份荣耀 当然在这个当下古堡就以他们为荣 很高兴今天是这个一年一度即将到来的教师节 那我想这次的这个活动又结合了我们这个拜师礼 让整个的感觉真的觉得很有意义 而且也觉得很温馨 曾经培育出多位金手奖的指导老师 也纷纷勉励今年的参赛选手 唯有将基本功练好才有机会像学长姐一样微笑正光 当大家都还在烤肉的时候 你就在这边练习 不过呢 当你比赛得奖的那一刻 你的兴奋其实也是其他同学没有办法做分享的 所以呢 最后给大家八个字 坚持努力就会成功 在此呢是勉励所有我们在场的选手们 十年磨一剑 我们的辛苦 我们的努力 战场 今年就看我们发光发热 祝福所有的选手 今年人手一支 大家第一名 谢谢 也不用想太多要不要得奖 你把功练讲究来 你把基础练练讲究在我们身边 所以你不要客户说我要得第一次努力 你先把基础练功练 你的金手就随身而来 去年在全国基竞赛获奖的学长姐 也特别录制了影片 传承自己的成功经验 希望可以勉励学弟妹选手 也借此向老师表达感谢之意 记者沈旧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